黑色的休旅車慢慢開進殯儀館 準備要進行香宴 14號晚間國道1號揚梅路段 一名29歲詹姓女乘客 從車上掉下來後 被後方車輛撞上不幸身亡 死者的父母和親友 15號下午來到殯儀館 戴著口罩 申請相當凝重 而撞人的55歲流行駕駛 也來到現場關心 當時車速是樓掌 時速95 這次這樣一台罐人 就是這樣刷下來 沒有冰車 我就忘記了 駕駛表示 自己住在新北新莊 當天下午車上載著妻子和小孩 到新竹城隍廟附近吃飯 沒想到回家路上 卻發生死亡車禍 當時死者搭著儀仗開的轎車 坐在左後座 車上還有阿姨和母親 死者人不舒服 被家人送往醫院途中 車門卻打開 人掉落國道 後方駕駛來不及閃撞上造成醫死 29歲女性患者躺於中線車道路中央 經救護人員減傷患者已無生命真相 頭部及肢體多處撕裂傷 又大腿骨骨折 道院後宣告不治 一般情況下 駕駛員難以預期 高速公路上會有人突然跳車 因此基於性在保護原則下 照南為駕駛員有疏於注意 前方車況之情形 據了解 死者沒有和車上的家人發生爭執 死者掉落國道 也讓他們受到很大的驚嚇 至於是什麼原因開車門 還有後方駕駛的責任 警方製作筆錄 蒐集證據交給檢察官釐清 TFS新聞 林志偉 陳家彤 桃園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